經過蘇省委員 蘇省委員 入選的十一組 所以別動入選其實就是蠻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們為了公平請見 有人問我說 怎麼跟青年人相處 記得公平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徵求參賽者的同意 所以我們公開的把這些入選的提案 放在抽獎箱裡面 一起抽出來每個要報告的順序 剛剛我抽了三個 在中午的時候 我們會抽出以下要報告的蠟燭 為你們祈禱 我相信選面三個要報告的現在應該是蠻緊張的 我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年台北總教區的一個大事 很多很多的大事 但是這件事情呢 就比其他的大事再更大一點 也就是我們台北總教區成立七十週年 是成立七十週年 不是在台北開教七十週年 是我們台北高區成立七十週年 那七十週年 我們今天會一直聽到七七 七十週年 到底是什麼時候成立的呢 是在1952年的8月7號 所以大家算一下 今年是2022年 所以今年剛好是七十年 所以我們慶祝的那一天呢 就會是在今年的8月7號 在8月7號慶祝的開始呢 我們8月份台北總教區 還有另外一個大事 就是我們的台灣青年日 會在台北總教區舉辦 那不止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不只是在我們教會裡面 我們在為著氣台走出去的時候呢 我們還要為生命而走 所以你們在考慮 我們看到的全部是數字 就是希望大家先把數字記起來 內容呢 就之後我們在教區的網頁上 或者是文學上 都會跟大家仔細的介紹 我們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念一下好嗎 8月7號 8月15到19 9月17日 這三個日子 請大家麻煩 零排活動的時候呢 就把它做派 不要跟這三個日子 亂在一起 讓我們能夠同心合育 一起為台北總教區 貢獻心力 那這一個 這個為七十週年的旗袍 我們會放在今年的私奪日 就是4月14號 今年的私奪日 因為我們的天主教會 最重要的 生活全員 就是聖體聖事 那這一天呢 那這一天呢 就是私奪日 YES I DO 我從這裡實在聽不聽大家的聲音 我們 我們再大聲一點 好 我們把這個詞語記起來 七十幾十 吸手同心 然後你們喊YES I DO 這樣好不好 我唸前面 你們要唸後面 可以嗎 好來 七十幾十 這一次 吸手同心 YES I DO 好 我們含YES I DO 我們連麵麥克風都關機了 好 當然要一起 一手同心 然後我們 很高興的 在福士教會 邀請我們 一起 來參與 去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之前我們都聽了很多主持教會的角度 然後也聽了教區的角度 所以我們請秘書長特別告訴我們 那我們自己要怎麼樣來參與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我們先用掌聲來歡迎我們的秘書長 何敬遠 翔佛 好想在這邊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就是我怎麼樣的來積極的參與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那首先我們要問的是 這個世界主教代表會議跟我 我們要做的一切 謝謝 你們 希望你回應 我會和您一起看 很快 我會和您一起看 我們都一起看